旅日棒球好手杨戴刚27日来到武丰国小担任一日棒球营教练跟小朋友们一起快乐挥棒 除了亲自下场打击投球还只赠球聚与器材给武丰国小短短三局的比赛 还有知名体育主播徐展员全程播报让整场比赛跟职棒一样精彩 在中华三菱的支持下杨戴刚带着超过20万的棒球器材与设备来到天乡武丰国小 要把满满的爱心送传递给棒球队小球员们在制赠仪式结束后 随即来一场气势不输专业级的球赛 有武丰国小学生与中华三菱车主们的对抗赛 杨戴刚也亲自下场投球与挥棒支棒巨星的风采横敲整个校园 对于前来武丰国小T基层棒球扎根 杨戴刚表示自己在去日本之前受过很多人的帮助 现在打进职业队后有了一点小成绩 希望能有机会有能力回馈偏乡学校的球队 在面对小球员崇拜的眼神 杨戴刚说他小的时候也有一样的感觉 有很多棒球明星到学校来教大家打棒球 现在换了身份跟角色 他很能理解那些球星的感觉 自己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 希望小球员能新出于篮 但杨戴刚也强调开心打球最重要 忠实